職業的這地方,所以剛剛程式基本上 就是把File回圈改成File回圈這第一個 那原來我是寫Range3啦,不過我覺得 比較好理解,這樣就1到3 這個4是STOP,所以也許我用大家比較習慣好理解的 然後底下的話呢,再 變更一下 就是再增加一個什麼?增加一個IF OK 好,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如果說假如啦,有同學問說,老師如果我今天呢,我不要用File回圈 我今天的話,我們現在用File回圈,他可以123 但如果說我今天呢,我 一樣要什麼啦 我希望喔 我這個地方呢 我不要用File回圈 我希望呢,用File回圈 OK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判斷說 他已經 這個 作答三次了 他其實喔,當然另外一個方法,如果你不用File回圈喔 其實你是可以喔,換另外一個方法,所以這邊我把它改一下,所以這個是後來改的 那原來是,應該是沒有EL,然後OK 原來是講,原來是講這樣,畫圍圈 那print我還是保留喔,因為我們先知道一下到底喔 他那個亂數到底抓哪一個數字 那如果說一樣用File回圈喔,其實另外一個方法,你可以什麼 加一個變數就好了 什麼變數 這個地方喔,我假設在File回圈上面多增加一個變數叫c好了 c就是counts好了,counts等於0 counts等於0,就是說 他預設喔 他等於是 初始值是0,就是還沒拆 那每拆一次之後的話喔 我就在那個else的後面呢 c等於什麼呢 c自己把它加1啦 也就是把後面加完之後存回去 加完存回去,所以喔 只是每跑一次喔 那個c的值怎麼樣 就會被加1嘛 然後第一次 拆完了 第二次 第三次 如果說我今天多一個 假設啦 你不用那個File回圈的話 那其實你另外一個方法,你可以怎麼樣 其實有點像我們之前改的方法,有沒有 前面加個初始值 後面的話要加一個附近值 然後呢 可能要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 c這個的值喔 假如怎麼樣 他大於等於3的話 OK 表示說呢 他猜了第三次 有沒有,那冒號 OK 或者等於3也可以啦 其實大於等於3 Enter一下 表示說呢 他已經拆了三次了喔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做什麼 如果等於3 而且沒答對 OK 那沒答對的話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 之前用print的這個答案 把它放在這裡 OK 也就是說呢 他如果這個次數的話 假如是大於等於3 其實 等於3也可以啦 其實等於3就第三次了喔 如果呢 拆到第三次了 有沒有 加1嘛 存回去 加1 那我就print了什麼了 答錯了 只能拆三次 答案也告訴你了 另外可能他再多做一件事情 要讓他怎麼樣 對,結束 因為這個結束的話呢 如果你 Break 一定是在答對的狀態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已經拆三次了 還是一樣 強勢把它 Break 對,他要跳回去了 如果你沒有 Break 他 輸出完喔 他又繼續回到 那個前面 然後又繼續 又繼續讓你再繼續拆 那就出錯了 這個print好像有 這個有個錯誤 block block OK,把它run一下 RND 這個應該是上面這邊有空 啊,不是 print 應該是在哪裡 我在上面print OK,不要在下面print 階層錯了 OK,把它放在上面 好 那一樣喔 所以喔 如果 你不用fore一圈的話 其實也改得出來 只是說我們可能要增加幾個東西 1 上面增加一個初始詞 2的話呢 就是在程式的下方 增加一個 C 等於 C加1 把它加1 衝回去 所以喔 第1次 第2次 第3次了 那他當他是第3次的話 那就跟他講說答錯了 只能拆三次 答案為什麼 Break掉 OK,Break這很重要 如果沒有Break又回去了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結果OK OK 請猜10好了 太低了 11 答案應該是15 11 12 第3次 那當然呢 理論上15他會是 恭喜答對 Break 可是如果 再來一次的話呢 那就會 C等於 C加1 又錯了 然後呢 C等於3 就出現這個 我們來試一下 Enter 有沒有 他一樣會出現太低了 然後呢 跟你講說 答錯了 只能夠拆3次 答案為什麼 把它Create出來 當然呢 寫這樣子也OK 只是說呢 你可以兩個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喔 FOR回圈喔 跟那個 如果畫圍圈下面加 一個變數喔 哪個比較簡單呢 其實你可以比較看看 有沒有 我把兩個程式都放上 你會發現喔 FOR回圈的話 基本上喔 增加三行 畫圍圈的話呢 增加了五行 所以喔 理論上嘛 看起來喔 好像還是用 改成FOR回圈喔 稍微簡單一點點 OK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兩個方法都可以 結果也會是對的 只是說呢 你可能有時候想喔 用哪個方法寫比較OK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是固定範圍的話 其實用FOR回圈寫喔 相對的 會比較 簡單一點點 OK 因為沒有什麼 其實主要是沒有這個啦 初始值 跟那個步進值 底下邏輯判斷是一樣的 OK 所以這個部分呢 請各位呢 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第1個 21頁這邊有答案 那第2的話呢 如果說你今天喔 這個同樣的程式喔 你希望把它改寫成VBA的版本 這個地方的話 該改哪些地方 其實底下我有把程式 貼到這上面啦 其實喔 一樣的邏輯 一樣的程式 不 不一樣的程式寫法 但是邏輯模一樣 我只是翻譯過來而已喔 那你會發現喔 我DEMO一下 可以看喔 當然你如果要 把這個程式 RUNRUN看的話 其實基本上 你就是開啟那個Visual Basic 然後呢 按右鍵先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空白模組 把這個模組裡面貼上 我雲端上面的程式啦 就這一段貼過去 其實呢 你就可以RUN了 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請在 那因為呢 在那個Python裡面 我是用那個 Input Input 輸入 但是 在那個 VBA裡面喔 我是用叫 Input Box 對這個叫Input Box 那我們Show的話 那個Python是用Printer Printer 可是這邊沒地方Printer啦 可能要不然就放在儲存格 但放儲存格有點怪怪的 那我就把它放在那個Message Box OK喔 所以一個Input 改成Input Box 一個是 Printer改成Message Box OK啊其實結果差不多喔 那比如說輸入10 太低了 有沒有這個就Message Box 那在Python裡面只是說把它Printer啦 其實道理其實 邏輯是一樣 就換個地方呈現而已喔 OK喔 有沒有 太低了 那再輸入15 太低高也15 OK 太高了 那表示 11到14 11到14的話就是 13好了 OK Enter 太高了 12 太高了 那就11了嗎 恭喜答對了 有沒有 其實 邏輯一模一樣 但是喔 程式 稍微變動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 也就是順便跟各位講啦 以後如果你想要把Python翻譯成 VBA 是OK的啦 只是說 語法不一樣 而已 其實邏輯 可以完全一模一樣喔 那我只是呢 按照 剛剛的邏輯 把它稍微改寫一下 那到底要改哪些地方啊 其實他坊間的書籍應該比較不會 講到這一塊 因為跨那個 不同的 平台的那個翻譯喔 其實比較少 比較多的話呢 我把 我用這一段喔 其實就是我們原來的這一段 清簡版這一段 然後呢 怎麼把它翻譯呢 基本上喔 你可以看出來 在哪些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上面有一個 亂數嘛 這個亂數部分 有沒有 其實亂數部分的話 在VBA裡面 它用一個函數就可以解決了 叫做RND的一個函數 那這個RND這個函數喔 它 主要有點像RAN 但是它的RAN數喔 是從0 到1之間 但是不會等於1喔 所以喔 它是趨近於1 而不等於 就是說 它產生的數字是0 到 0.9999 就是不會是1就對了 可以點下去 也就是說呢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 小數點 的數字 但問題的話 怎麼把它變成 1到20喔 其實呢 你可以乘以20 那乘以20的話呢 因為0乘以20還是0 對不對 那 如果是它產生的是0.9999 乘上20的話 那變多少 19.9999 對不對 OK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外面加一個 IMT IMT是求整數的意思 那求了整數之後 本來19.999的話 那去掉小數點 那變19 變0到19 那如果我是要 1到20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嘛 把它加1 比較好了 加1就變成 1到20 那其實這個也可以 順便 把它變成一個公式 或者是把它 你會發現加1變1 1到20 所以以後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程式 拿來 套用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 你會發現 輸入嘛 輸入部分 不過好像我們輸入 是把它放下面 所以其實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把它放下面 才對 這個可以把它放下面 DoFile 有沒有 一樣 DoFile 那差別的地方就是 在Python裡面是用 File 1 但是在VBA裡面是要 DoFile1 大概是這樣 也可以用1 所以 不管是任何語言 1就代表 True OK 然後呢 只是說它底下會多一個loop 也就是說 在VBA裡面有頭有尾 有沒有 在Python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輸入的話呢 把它改成 InfoBox 請在1到時間 輸入一個數字 然後外面一樣是 IND轉型 如果 其實它底下就是 做那個 邏輯判斷 如果 這個條件 只是說 在Python裡面後面沒有RAM 它用冒號 差別 另外的話 Print的話 就是 把它改成 MessureBox 再來就是說 那個Else Elif 有沒有 那在 VBA裡面叫 Elseif Python Python叫 少兩個 SE OK 其他都一樣 有沒有 最後的話呢 Else 這個地方好像沒有冒號 我好像多寫這個冒號 可是它還沒報錯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呢 在Python裡面是 Break 可是呢 在 VBA裡面叫做什麼 叫 Exist Do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把這相關的 規則記起來的話 那也就是說你 以後不管說你在Python裡面寫東西 你要轉換到VBA的版本 其實就這樣轉一下 OK 然後呢 或者是把VBA的程式轉成Python 其實也可以這樣 互相轉換 另外的話呢 改成Fort回圈的話 其實底下也有啦 我好像要改一個 這個是 這個是 Do回圈的版本 然後呢這個是 Fort回圈的版本 有沒有 只能拆三次 那在VBA裡面是 For i 不是inrange 這邊是For i 等於 1到3 它的敘述不太一樣 其他 基本上也是一樣 OK 所以啊 順便 跟各位 補充一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 這個 Python的程式 轉成VBA的話 其實幾個地方 改一下 所以喔 理論上喔 Python寫出來的東西啊 VBA都可以轉換 沒有問題 兩邊其實 大部分動音都一樣 除非說 Python裡面用了一些比較特殊的模組 是在 VBA裡面沒有的 那就沒辦法轉 像Reyton這種 需要input進來的 對 這種東西多不多 這種 很多啊 因為以後 Python最厲害 最 我是覺得 它最大的 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input很多外部的 這種模組 所以你自己再加掛進來 對加掛 有點像外掛 比如說你今天要做一些什麼 像影像辨識 或車牌辨識 如果你沒有你就 要寫好很好 對對對 你就把它叫進來 叫進來之後呢 有點像 剛剛我們這個地方 Random裡面就是用它的方法 叫Random Range 也就是你要知道說 它 這個模組裡面 有哪一些的方法 或者哪些屬性 其實物件啦 物件的屬性跟方法 你就知道 它有哪些屬性跟哪些方法 可以得到你要的結果 那這個東西compile之後 就只會包在裡面 你說包在層次 對 如果把它compile成一個層次之後 那因為Python本身不是compile 跟以前的 不一樣 以前我們是compile成一個ese 但是Python的話 它不是compile 它是ROM 也就是它的副檔名 就是點py 有沒有 所以像我們這邊 不是都點py 對不對 將來ROM的話 實際上就是呼叫 我們的那個Pythonese 去ROM這個點py 從組程式 ROM點py 對對對 當然也有方法 可以把它打包成ese 可是概念不太一樣 跟以前的程式 會有差別 OK 其實很多地方都相仿 OK 好所以 其實延伸性還蠻大 然後順便講一下有關 兩者之間的比較 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改一個 就是叫 MANCE CAI 這個程式的話 比較 會有比較大的問題 一樣會Random 有沒有 Random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我先把那個ROM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程式 基本上就是說呢 英文的月份 跟這個 到底是幾月份 你有點像 考那個英文 有沒有 如果今天希望寫個程式 問題為 這個是幾月呢 這是幾月 假如說啦 我RUN11月好了 沒有辦法 答錯了 10月 答錯了 一定要答對喔 12月 有沒有 Enter 這樣就答案正確 這個程式還蠻容易的 不就是答對 不就是答錯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呢 產生1到12月份的資料 然後並且讓使用者去拆 那這邊的話呢 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因為呢 我們會需要有個 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呢 就是1到12月份的英文 那你想說英文怎麼加上 其實你可能講說 老師我英文不太好啊 因為12月我拼不出來怎麼辦 那至少你要會拼 1月份就好了 這個Generate有沒有 你就是 先輸入到那個Excel 然後向下填滿 1到12月份就有了 有沒有 實際上啦 這個就是一個清單 但是在那個Excel裡面 是還蠻容易的事情 但是在Python裡面 它變成就是說 你要把它放在 一個清單裡面 那個清單叫做串列 OK 那個串列的話呢 其實英文叫list 那我們要怎麼樣產生這個list 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要 把它放在中瓜湖裡面 然後呢 中間呢 就分別放第1個資料 放第2個資料 中間一定是 加一個豆點 所以呢 第1個資料 第2個資料 第3個資料 分別放過 我其實是怎麼做這個的 其實就是把 Excel這個先做好 然後複製 把它貼過來之後 前後呢 再加上雙引號 有沒有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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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其實這個好像 這個 可以不用像VBA 不能直接換 它是直接可以換行 換 第2行 第3行 記得喔 這個所謂的串列 開頭一定是中瓜湖 結尾一定也是中瓜湖結尾 這個結構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中間加豆點 不過喔 可能眼尖的同學會馬上發現說 是這地方有一點 蠻奇怪的地方喔 為什麼你第1個 是給他一個空的一個空置串 空置串就兩個雙引號 其實跟各位講喔 對 因為喔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樣 因為呢 他的這個 串列的 編號 是從零開始 而且是從零開始 這個問題喔 其實還 對於 當然會寫程式的人來說 應該不是太常 因為習慣了 但是 對於不常寫程式的同學來說 當然會是一個障礙 為什麼 因為你常常要 減1嘛 還要再把他加1嘛 對你有的時候啊 光要解決 所以為什麼我 特別還幫你們寫 1到 剛剛的1到4啦 因為我知道喔 如果我寫 我自己看很清楚 但是對於一般來說 很不容易 不要說 對你們不容易啦 其實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喔 假設你程式會需要有個地方轉彎喔 你光看程式 你就會覺得頭痛 所以如果程式可以的話 盡量寫的 能夠match我們一般的思考 我覺得會比較 也不是說 一定要 這什麼 我覺得 自己閱讀 比較容易為主啦 所以喔 為什麼我這邊要空下來 因為這邊是0 這邊1月剛好是1 這邊剛好2 所以這樣子排下來 剛好12月就12 可是喔 如果你這邊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那1月就變成0了 2月就變成1了 所以以後的話 你要比對的話 變成你有一邊要加1 一邊要減1 那一邊要加1 一邊要減1 要比較的話 那會非常非常的麻煩 有沒有 比如說你今天輸入 假設啦 剛剛那個random 比如說12月份好了 你輸入12對不對 可是問題這邊是11啊 那你變成這邊 要不這邊要減1跟它比 要不這邊要加1跟它比 那實在太麻煩了 程式這樣子 我覺得 倒霧 你乾脆 把這個地方 控一個控格 控一個控下來 比較直覺 對比較直覺 你想說 老師那這樣寫有什麼缺點嗎 有啦 就是會浪費那個 一個byte的空間吧 你想說一個byte多大 根本完全 就好像說你現在是億萬富翁嘛 你會在乎1塊錢嗎 對不對 根本 所以我覺得啦 導步以方便為前例 這個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以前寫Java也是這樣 我就把它控下來 這個0 0不要 1開始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 第一步 我們先產生一個清單 那在第二步的話 一樣 我們就是用random range random range1到12 隨便抽一個月份 那我把它放在哪一個呢 放在一個 mr這個變數裡面 像剛剛是乱數產生12 就把它放在mr裡面 好 那接下來後面的話 我們就是 要必須什麼 一樣 畫我一帽號 我先rown一下 這樣 比如說rown一下 這個地方 問題為 這是幾月 有沒有 這個地方怎麼寫 然後呢 再怎麼比對呢 其實喔 後面特別注意喔 再來後面部分喔 我們就是 畫我一帽 這個地方後面部分的話 一樣嘛 你可以比對像剛剛猜數字一樣的邏輯 先輸入嘛 再判斷嘛 對不對 如果對的話就break嘛 OK 所以其實 做的方法 其實雷同 那我們該怎麼寫 其實基本上 我建議啦 你慢慢就是養成習慣 反正就套公司 第一個喔 我先乱數產生一個月份 假設12的話 那就是 這個 December 把它輸出 所以接下來的話 畫我一帽 再來的話呢 就請那個使用者輸入 那輸入的話呢 也許啊 我們那個給個變數叫 MR好了 或者是 MA或者其他的 這個變數名稱 或者用G也可以啦 我這邊用什麼名稱 用M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什麼 等於什麼呢 問題為 這是幾月呢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冒號 那這一串敘述的話 如果要加在這裡的話 那我應該什麼 input 你幫我input資料 對不對 Input的話呢 這是 問題為 這是 幾月呢 特別注意喔 那你想說這個 我剛剛輸入這個 這個東西 他怎麼剛好串在這裡喔 特別注意喔 因為呢 我要亂數去抓什麼 假設啦 我們剛剛這個 Generate 剛好是1月對不對 他怎麼可以放到這邊來 特別注意喔 你這邊可能要用串接的 也就先把它隔開 裡面的話 加串接 因為呢 前面是那個 問題為 後面的話 這是幾月 中間的話 要 把什麼呢 他假設啦 這個地方 如果得到亂數 剛剛應該是1啦 有沒有 得到1 放在這裡 但問題 1 我要怎麼剛好 去把這個1月 給抓到這邊來 放到這裡來 因為如果你把M 放在這裡的話 我會問你 1 不對啊 我應該是把這個抓過來 變成他的問題 那我要如何把 這個串列裡面的 應該是第2個抓過來 因為這邊是0 這邊是1 那我特別注意喔 寫的方法就是 ms 中瓜糊 如果你要抓那個串列的第幾個的話 那你就 把那個什麼 把亂數 得到的這個m 把它放到這裡就OK了 MR 好 那這樣如果他產生的是 1的話 那就抓 January 把它抓到這邊來 問題為 這個名稱 這是幾月呢 OK 那我們一樣他輸入吧 那這個時候的話因為 他會輸入一個什麼 輸入一個也是一樣字串 所以一樣把它int 把它轉型 因為如果假設啦 他輸入的是1好了 1就變前後算 變成1的字串 一定要轉型 好 那再來的話判斷什麼 如果 如果什麼呢 他輸入的跟 那個mR1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我就跟他答錯了 如果一樣的話呢 那就答對了 所以喔 我們程式邏輯 就底下這一段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把它貼上 OK 有沒有 如果他輸入的 跟什麼呢 跟他這個亂數產生的 是一樣的話 有沒有 等於等於就可以了 有沒有 其實喔 所以我們剛剛喔 如果說我今天這邊沒空下來的話 那很麻煩啦 OK 如果空下來的話就簡單了 因為兩個相點就可以了 不用哪邊加1 哪邊要減1 Print 正確答案 一定要break 反思的話呢 就答錯了 當然啦 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不等於 可以啊 你上下顛倒就好了 有沒有 反正不外乎就答對 不外乎就答錯 OK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邊 比較重要的部分喔 就是多增加一個所謂的串列 那這個串列在Python裡面喔 非常非常的重要喔 因為如果你 假如說將來喔 你不懂得串列的話 那以後說真的 你就沒有辦法處理像那個 類似Excel這樣的清單資料 因為沒辦法地方放 那你想說 那為什麼 這個Python 不像Excel裡面可以有這麼看得到的清單 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Python裡面它沒有Excel啊 所以 變成說你它只能夠放在所謂的那個 串列裡面喔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你將來要對這個蠻熟悉的 請各位試試看 另外的話可以順便吧 把這個程式喔 改成只能夠拆三次 有沒有 因為像這邊的話 如果要把它改成 拆三次的話 那第一步一樣 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 4i 有沒有 這邊把它改 4i in range 所以改法都一樣喔 in range 然後你也可以讓它只能拆 1.4 然後 然後呢 一樣嘛在這邊呢 讓它輸入 輸入完之後判斷 如果 那個 這個i的詞 假如說不等於 已經是第3次就等於3 等於3的話 而且沒答對 所以其實可以拿剛剛那個來稍微修改一下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再切換給各位 OK 所以剛剛主要 重點的部分喔 就是 如何把那個剛剛寫的拆數字遊戲喔 改成VBA的版本 OK 我是建議啦 學習這些工具喔 最好是 都能夠靈活的 不要說你只學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 不熟 最好是 多一個 這個工具的使用 當然就是說你就多一個選項 OK 比如說有的人可能 只會搭捷運 不會搭公車 有沒有 或者是 有的人可能只會開車 那不會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那當然他就變成說 就只能夠開 如果 像最近真的很塞 我發現好像是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好像出門喔 就 寧可就不要搭 那個大眾交通運 所以喔反而那個 高速公路啦 快速道路好像相對比較篩一點點 OK 但如果你這時候 假如有別的選擇的話 你搭個捷運就不用在那邊篩了 反正就 上車就開始可以放空嘛 看個鎖機啦 相對也不要不用篩那邊那麼累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那個 試著就是 VBA部分喔 如果你以前有學過VBA可以改看看 好第二個的話就是 那個MANCE CIA部分喔 你猶豫嗎 你趕快 我還沒有電視